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我們不可能在這一年的時間 我只是為了參考這個投資指標 就這一年都不做動作 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是投資朋友所不能夠接受的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我們才會說這個存款準備率 或許是有用的東西 對 但是真的有用 不作為投資 真的有用跟真的沒用 我想我在PO文裡面有寫 那我只能跟各位講是說 我的答案是這個指標 可以增加各位的專業嘗試跟金融的素養 但是你真的要拿它用來做投資 譬如說尤其是你說 因為存款準備率的調高 或者是調低 對金融股產生了什麼樣子的影響 它如果是一個必然性的影響 那它就是有用的東西 但是如果是不必然 就是七上八下 就是有的時候漲 有的時候跌的話 那我想這個指標對各位來講 就也不太適合把它定義為 叫做所謂可以讓你投資獲利 賺錢的總體經濟指標 對 所以說來講話 就是基本上我們會比較刪除的 大概第二項的東西 就是如果說這個指標 它沒有辦法定期的出現 像這個存款準費率 它是不定期的出現 那 姑且先不要討論它到底有沒有用 那只要它是不定期 那我就建議各位說這樣的指標 先把它當作所謂的增加專業素描的一種聊天的資訊就好了 先不要把它這麼急的當作說你投資可以獲利賺錢的工具 這是第二項我建議各位先佔保留 不要花太多時間去研究的一個 總體經濟指標的類型 那第三個 就是它這個指標 它雖然是都有在公佈 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不管是台灣的市場 或者是全球各個其他的不同的市場 每一個市場都一定會有律動 大家其實都花很多的時間在講 就是說這個律動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 或者是說它這一波的律動到底是循環是幾個月也好 或者是高點低點到底在哪邊 大家其實都在試圖去找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但是今天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結論 其實大家都已經有講到 我們的股票市場是有律動的 換句話說 今天如果我們今天所挑選的這個指標 它完全沒有律動 對 那請問我們用一個完全沒有律動的東西 去研究一個股票市場 它的律動的一個循環也好 或者是說它的一個進出點來講 我想這兩者之間很明顯的 是不存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第三個必須要刪除的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指標是沒有任何的律動性 我們簡稱就是周杰倫的那首歌 就是一路向北 那如果說這個指標 像譬如說M1B的年增率是有用的 對 但是M1B的數值 它的數值來講的話 其實在央行來講 在公佈M1B年增率的同時 它也會公佈M1B的數值 對 包括的月底數跟日平均數 這些各位在央行的資料空裡面都可以查得到 但是這個所謂的數值的部分 我現在所列出來的是從1994年到2009年 但是各位如果說在把1994年之前拿出來 其實它的走勢是一模一樣 就是它是一路的往上走 對 那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是說它為什麼一路往上走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說 M1B的數值它就是一路往上走 趨勢就是一路往上 未來20年100年都是這樣 100年我不敢講 對啊 在一路向北的這樣的趨勢之下 就像我們剛剛所講到的第三種類型 一路向北的這種總體經濟指標 它既然缺乏律動性 我們怎麼能夠用它來去評估一個具有律動性的市場 是 所以說為什麼我說這種類型 第三種類型就是它是一路向北的 我們就暫時不予考慮 這是我們第三個必須要篩除掉的 對 那第四種它有律動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要去評估一個有律動的市場 我當然要有律動 但是它的律動實在太頻繁了 我的定義就是它是靈波尾部型 它一下子上一下子下 一下子上一下子下 三上兩下七進八退 這樣子忽上忽下忽上忽下 讓各位其實從頭上面 你大概就會覺得說 到底它的律律感在哪邊 它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律動感 所以說我們還沒有去研究說 它到底跟臺骨的律動之間 有沒有存在一個關係 還沒做個研究 你就會覺得說它的律動是不是太過於頻繁 就像靈波尾部一樣 忽走忽走跳來跳去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建議各位可以不用看 我舉的例子是 公益生產指數的月增率 這是主計處 其實也是每個月都會出公告的 但是從這個月增率的圖來講 大概也可以感覺的出來 它其實它一下子 從零軸以上 跌到了所謂的-20-30 然後在轉眼之間的一個月 它馬上會從-30漂到正-20 然後再從正-20跌到-20 再從-20漲到正-60 再從正-60跌到-30 它這樣子的一個律動的零波尾部型 其實我們用客觀的一種 common sense 大概就可以想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去判斷說 有一個所謂的穩定律動的一個 股票市場 所以說在這種所謂的律動 實在是太過於頻繁 我們不太容易從這裡面去找到東西的事 但是事實上來講 這些東西在劍巴拉的一些模型 跟操作的一些工具裡面 我都已經把它做一個檢驗過 然後當然我也確定這個東西 不太適合用來當作投資的一個參考 但是我現在只是說 各位以後如果說在做研究的時候 或者是說你們真的很有興趣 去做這樣的一個了解的時候 這個動作各位可以省掉 因為劍巴拉已經跑過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在大概八年前 大概就已經不看這個東西 我們會看工業生產指數的其他東西 但是工業生產指數的月增率 那就是屬於林波維步型的資料 那我們就不予討論 所以說來講 在這四樣東西 是我們必須要先刪除掉 然後把我們的精力跟我們的火力 集中在我們可以用來投資的一個投資的標準 是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有的看起來就是 它因為就像林波維步這樣子 有的一路向北 那前面講到那個可能是太久公佈的那個指標出來 就好像我們在講的 比如說是比較落後的指標 所以是可以做學術研究 但是沒有辦法做一個投資決策 等於是比較領先的一個判斷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說呢 因為它公佈時間太晚了 是這樣 但其實它指標其實是有意義有用的 當然有意義 所有的經濟指標來講 所以說其實 各位網友不要覺得劍巴拉好像 好像有點會重複一些話 是因為我必須要讓很多專業的投資人 去瞭解說 今天劍巴拉從頭到尾都沒有否定過 所謂的總體經濟的一些 我就算不把它列為投資參考的標準 但是它是個有用的東西 它是具有意義的 只是今天我們只要決定它的意義是什麼 今天我要決定的是投資的意義 我不是在投決定它的學術價值 在學術價值的領域來講的話 今天被劍巴拉所忽略的東西 一樣都具有學術上的價值 都具備經濟上的含義 但是今天我想跟各位跟我一樣 從開始去接觸這一塊 或是從你想要接觸這一塊 其實你想要的只是這一點 就是我要用它賺錢 我要用它賺錢 我要用它賺錢 你想的只是這一點 但是如果說今天 我研究了所謂的立收存款準備率 它的一個經濟涵擁 它對於利率的漲跟跌 對於國內的資金寬鬆的產生狀況怎麼樣 那對於所謂的存款準備貨幣的影響性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些研究出來之後 你花了兩天、兩個月 甚至兩年研究出來這個結果 但是你如果沒有辦法拿來當作投資的參考 我希望各位是已經開始賺錢 而且已經很習慣的賺錢之後 你就會有非常充裕的時間 也會有非常客觀的態度 去看待這一些 真正可以提到你專業所養 跟金銅涵涼的這些經濟指標 這是我希望各位心後順序搞清楚 也是一直不厭其煩的 反覆反覆再反覆的 跟各位所報導的一個重點之一 就是在這邊 而且我發現好像有些重點經濟指標 譬如說剛提到的N1B 其實他提出來的數值 那你可以算他的年增率 算他的月增率 所以可能他的種子是沒用 可是他可能什麼率是有用的 所以這就是美感所在的 所以說來講話 金貼是因為剛剛好央行他的公布 他很喜歡性地公布我們年增率 其實他們要講年增率 他把數字講到年增率 你自己算 你自己愛怎麼算 怎麼算 所以可能你可以算出一種是有用的東西 對對對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將來的重點 所以說這也是說 跟各位在做報告的時候來講特別有強調 對 總體經濟指標之所以在這些年來 一直沒有辦法受到投資人的青睞 對 那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很關鍵的之一就是說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去找到是說 因為跟所以